白白款,輕便的就這幾台 當然有米薄的,也有這個印機的 各有它的粉絲,各有它的優點 那我們這個呢,整個是上臂的部分 這一段叫前臂,這叫後臂 這個叫做三角支架 那我們現在要把它固定起來 固定的方式很多,那我們現在先做一個最基礎的 先讓它立起來再說 首先高度的部分的選擇 那我們先選擇強壯的那幾支 最小支的先不要用,因為人的高度沒有那麼高 我們大概就選這一支 記得千萬不要像我這樣抓 我這樣抓非常的危險,手會受傷 小朋友會出事情 要抓這上面 手指甲不要伸進去,伸進去真的會出人命 好,這是基礎高度 大概,我們眼睛的位置大概就極限了 所以這支腳其實是還可以摘高的 以我的高度來說 因為太高你會沒辦法控制 有的人的身高會沒辦法控制 那現在這裡是屬於要用軟電的 不要用尖銳物 不要用那個釘 用釘的是地毯,這裡不能用釘 這裡用釘會滑 那用紫滑電 用圓,圓頭 來看一下,不會動 好,這裡用釘 很可怕啊,它會破壞你的尺寸 所以釘跟圓電 指滑電的用法 這個是我順便交給你 展開之後呢,適當的高度 大劈腿呢,有大劈腿的用法 你以為這樣很安全嗎 你這個用搖臂很可怕 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這個底上面 那麼這裡崩開的時候就很麻煩 就會很危險,很可怕 所以這個,千萬不要用大劈腿 用大劈腿會夠你瘦的 但是這裡一定要平 好,這裡先鎖死 不要用大劈腿 可以看一下,其實大劈腿 承載不住 為什麼呢? 縱使你這裡都了解 它的力量會在這邊分散掉 會比45度來講 這個最靈力輕 但是它最穩 那我們指這個在用的時候就是指 輕的東西在這邊,風大我不怕翻 那用小劈腿呢? 來看小劈腿 小劈腿怕風 但是力量大,成長力量大 馬上就學到了齁,各位看一下這邊 你選錯,不會用 麻煩就大了 它只能用在這個點 叫做磁磚縫隙處 它還有機會 那玩搖壁呢,第一個安全 最少都要把這個縫隙咬住 要不然呢,它會側滑掉 側滑掉很可怕 那不是開玩笑 好,大劈腿跟小劈腿 大家看一下這個力量 這甚至於人都可以吊起來 剛剛那個齁,手一壓它就 腳都斷彎了 再來上搖壁 上搖壁呢 先把3%的接口螺絲拿掉 好,不會用的人呢 這樣子轉 那個叫 龍仔 你要這樣轉 就可以了 好,搖壁的初步架式完畢 前臂的部分 再來後臂的配重呢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加後臂 後臂有幾個配法 首先這裡轉鬆呢 把後臂拉出來嗎 不是,後臂拉出來在這裡 這個位置 好,Cran 啊 在這裡 有1 1 公 1 1 公 3 公 這邊讓你掛模擬合用 掛一些電子跟控制 那掛手機的部分 實際上讓你控制 recall audition out 監掛 對焦 這裡掛手機 好,另外再掛 那這個 有效的行程呢 你以為這樣就算了嗎 他前臂,後臂弄好之後,再來就是前臂 前臂的部分打開來 做的工藝還不錯啦,老實講,工藝做的還不錯 接下來翻車 這叫翻車,你要停在哪裡呢? 來,要停在這個走 這個走會翻車,基本上要大地震 因為這個走最有力量,他翻不了車 停錯位置,就翻車 那要避免翻車呢,後面的配裝要先做對 或是搖臂呢,算是台灣交搖臂,交最多 我交了一百多隻啊 來,看這個 這個是指,將來你的腳 你有另外一種三腳架,他對完工用的 完工對上去用的 那這個呢,配重把碼的固定 我們這個是塞在後面,然後去固定你的配重把碼 那這是前延伸的 這是雲台前延伸用的 那這是快拆 總共有這幾大件東西 那我沒有看過說明書 但是呢 這些都是原理 就像你會吃飯一樣 你會用湯匙一樣倒 就是會就對了 好 這個是用在 我們 這個前臂套件 其實呢,你可以 我個人認為啦 這個可用可不用 可是他既然都做了,你就乖乖的用 你就乖乖的用 我們這個是 可以做 雲台 加上延伸用 這個固定好之後呢 鎖緊 鎖緊 再來 降到這個位置 把整個雲台咬死 那這三項雲台的好處就是 讓你能夠有三個方向 都能夠調整它的水平 還有它的垂直 它是三項的 好,這是左右 好,那接下來這三根呢 配上去 這個建議不要拆 這拆了就裝不回去了 等到有人手手之後再把它拆掉 連我都要看一下下才有辦法裝得好 因為這些零件我們常常在碰 所以我們知道 所以建議先 把它 安排一個 一些技術人員 先把它 熟悉了 配了之後再拆掉 不然下場就是 搞半天 我裝了那麼多台的這種東西 這個 這一台我雖然第一次裝 但是我還是裝得起來 因為它的原理都差不多 好,各位看一下喔 現在整個狀況是這樣子 上下水平 上下水平 記得這個角度 這角度好了之後呢 我們這邊鎖住 接下來只要把上下顧好就好 上下顧好了 水平顧好了 搖臂的初步就好了 那行程呢 這個很重喔 這不是那麼簡單 好,這種用法呢 請你下次再用 來,這邊特寫 老師,千萬記得 這個等有高手出來再用 這個樣危險 原因是這後面的配重要很重 但是有了這個好處是這樣子 你做不到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在俯拍 有了這個東西你可以自由調整 會比較活 它的缺點就是它比較重 那我們會希望你一開始 先從最輕的開始學 最簡單的解剖開始學 這個不要拆掉 我們先讓它 記起來 知道這個東西 先記起來 這樣是一個set 如果沒有學過 你根本就不知道這個東西 要這樣子裝 這樣就麻煩大了 好,我們這個先退下 接下來呢 我們要做的是初級裝學 這叫初級裝掌 把剛剛的那個角度 全部都把它忘掉 我們就用這樣就行了 這樣就能夠上了 好,來 那這個位置對在這個位置 對應好 不要過頭 過頭會傷鏡頭 好 好,最簡單的來了 好,看一下這邊 這邊會 最多人的問題是在這裡 老闆 你收不住 沒關係,這裡拉出來 這裡有個轉向 OK 這裡常常發生 好,那最方便的就是 這一次 轉過來 出來 那以後就是固定這個位置了 就不用管轉向了 好,那搖臂呢 螢幕很重要 一開始不要裝別的 就直接這樣用 那它本身有APP喔 它本身有APP 那就看你怎麼用 它本身的APP 教大家 你把Panel的APP下載 然後做連線 連線你的手機就變 Monitor EOS APP 好,各位看一下初步的 接下來要玩配重了 來 搖臂先看它的行程 最下面 crem 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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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有危險性喔 如果說學生自己要玩的話 千萬記得要把整個教學看過影片 因為 你看這摔下來就 好,降下來我們先降下來 托著托著 接下來要辦配重 那配重怎麼辦呢 首先呢 我們有幾種方式 叫配重掛勾 跟這個固定 這個固定 那要做這個配重之前 我們會建議先把貴重的東西 先卸下來放一邊 然後來進行配重 然後來進行配重 好,配重的重點 這邊看一下 這個先去掉 幾個配法 一種叫做配重法碼 這是一個段落 好 好 第二個段落 附進去 這是配重沙包 好 配重沙包法 這是配重沙包法 這是配重沙包法 下一種配重法 叫做掛勾沙包 這裡是一個大圈圈 灌水進去 這是一種 那另外一種折疊水壺 折疊水壺這樣用 看好喔 折疊水壺勾好之後 勾在這邊 折疊水壺 露營用的那個 勾在上面 這是最節省的方式 那 原因 包包裡為什麼沒有這個東西 因為運費太貴了 運一個 運費比那個配重還要貴的東西 那個 沒有道理 好 那我們這個配好之後呢 開始做 上機前的一個注意事項 上機前的注意事項呢 該做的有 所有的環節 都要尋釋好 都要尋釋好 全部都要徹底鎖緊 才能夠上相機 如果你不做這個動作 會後悔莫及 甚至於樂己生非 這三個 位置 都調整一致 它才有辦法在一個 平面上面 獲得這裡的正水平 如果這裡的三隻腳 有一個跨距錯誤 它這裡就會產生斜角 就永遠沒有辦法正水平 那正水平的判定方式很簡單 這裡的位置都定位好之後 你在旋轉的時候 它不會回車 因為力學的關係 它到了那個摩擦點 已經沒有力量在旋轉的時候 它沒有回車的現象 那回車現象是這樣 各位看一下 你如果沒有水平的話 會回車 這不是七月半 這不是七月半 這是物理現象 你又是會變魔術嗎 不是 這個就是 水平沒有做到絕對正確 所以它產生回車現象 好 下一個配重呢 還有上機器呢 我們在一集呢 在簡略的教大家 如何用身邊的東西 來執行配重 包括了我們的身上的包包 包括我們身旁的一些 保特瓶氣水 還有就是一些可以讓它變重的東西 在這裡取得一個平衡 如果不平衡 我們會發生一件產事 就是我們在拍的時候呢 要出力 出力的時候呢 會呼快呼慢 呼快 呼慢 呼快 你乾脆別拍 在旁邊睡覺就可以了 平衡做好之後 你就可以以柔克剛 很輕柔很輕巧的 把平衡做好 很輕柔很輕巧的 把畫面抬上去 這是平衡的奧妙 我們下一集再來講平衡 謝謝